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百度宣称升级后的ARNI AI技术与ChackGPT一样出色 资金紧缺的中国零售商苏宁再次获得救助 碧桂园为避免为约而努力 因为1500万美元的债务截止日期逼近 中东战争对拜登的国防战略构成挑战 困境债务基金在中国房地产投资上损失惨重 请大家收看 百度宣称升级后的ARNI AI技术与ChackGPT一样出色 日经亚洲 中国搜索巨头百度推出了ARNI 4 这是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版本 声称与OpenAI的GPT 4不相上下 百度CEO李彦宏展示了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能力 包括其理解、生成、逻辑和记忆能力 李彦宏还介绍了百度GBI 这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 提供自然语言交互支持和跨数据库分析 百度在6月份发布了ARNI 3.5 声称在某些中文技能上超过了OpenAI的ChackGPT 3.5 甚至击败了GPT 4 百度的ARNI机器人自推出以来已经获得了约4500万用户 资金紧缺的中国零售商苏宁再次获得救助 日经亚洲 中国零售巨头苏宁易购将获得由国有企业中信信托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提供的50亿元人民币6.85亿美元救助资金 以帮助振兴其陷入困境的业务 这笔资金将在10年内投入苏宁 最初的一笔资金将用于重组和振兴公司的物流源项目 苏宁在大举收购时借贷过度导致债务危机 2020年该公司报告了净亏损39亿元人民币 营收为2584亿元人民币 碧桂园为避免违约而努力 因为1500万美元的债务截止日期逼近 南华早报 中国开发商碧桂园控股面临着首次违约海外债务的可能性 因为一笔1540万美元的付款宽限期即将结束 该公司上多月错过了美元债券付息的最初截止日期 触发了一个30天的宽限期 该宽限期将于10月17日至18日结束 碧桂园警告称可能无法按时偿还其全部海外借款 该公司已聘请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Hullihan Loki 作为其联合财务顾问 以及Sidley Austin作为其法律顾问 评估其资本结构和流动性 中东战争对拜登的国防战略构成挑战 华尔街日报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持续的冲突 迫使拜登政府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地区 从而转移了原本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资源 美国已经派遣海军力量战斗机中队 并有可能派遣支援部队到该地区 以防止冲突蔓延 这场危机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及如何再保持对中国关注的同时支持乌克兰 这场冲突干扰了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的努力 拜登总统坚称美国有能力同时处理加沙危机并支持乌克兰 但前军事指挥官认为美国需要在中东地区有更加实质性的存在 特别是关注伊朗 最近的部署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和可能部署大约2000名士兵 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军火包括炮弹 困境债务基金在中国房地产投资上损失惨重 华尔街日报 寻求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放缓中获利的困境债务投资者 发现他们的策略失败了 因为许多公司违约了债券 但未能偿还投资者 在过去两年中 一些中国房地产公司违约了债券 只有少数公司向投资者支付了任何款项 大多数中国房地产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交易价格低于面值的10% 表明预期回收率非常低或完全清算 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放缓 使得公司难以估计未来的现金流 一带一路论坛拉开帷幕 习近平将提出新的倡议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纪念外交政策战略10周年的论坛上 发表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旨演讲 根据Adated高级研究员阿玛尔·马利克的说法 该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最初的目标 包括在海外部署过剩的建设和金融能力 并建立战略杠杆 然而 包括环境破坏 腐败丑闻和劳工违规行为 由于对可持续性核债务的担忧 竟原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 中国卫星公司在车辆上测试数据传输到地面站 南华早报 长光卫星技术CGST成功测试了一套可移动地面站 作为其超高速激光通信试验的一部分 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成像卫星星座吉林一号的运营商 将摇杆图像从轨道上的108颗卫星中的一颗 发送到车载光学望远镜 速度达到10Gbps 这套紧凑高带宽的地面站可以在任何地方部署 并用于支持卫星到地面的激光通信 CGST计划将带宽扩展到40-100Gbps CGST没有提供地面站的配置细节 或所使用的车辆类型 中国电动汽车需求疲软 导致电池金属价格下跌 金融时报 今年由于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的降温和供应增加 鲤、骨和涅等关键电池材料的价格大幅下降 自年初以来 鲤价格下降了近70% 涅价格下降了40% 而股价格则略高于历史低点 价格下降将有助于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因为电池占汽车价格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然而 由于矿商和客户之间的合同条款 这些价格下降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反映在电动汽车的成本中 中国先进的水稻与新疆的盐检地展开对决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宣传盐检地稻米产量的增长 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计划已经取得了成效 北京预计 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增加将有助于长期解决 确保14亿中国人民得到充分食物供应的问题 中国新疆地区的盐检地稻米单位产量 比盐检地稻田的平均产量高出近150公斤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 去年产量达到2.08亿吨 约占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数据可能显示出经济脆弱 需要支持 彭博社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2023年第三季度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政府年度目标 约5% 房地产行业和需求不振 被认为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压力 凸显了复苏的脆弱性 预计周三公布的数据将显示 与去年同期相比 7月至9月的GDP增长了4.5% 低于政府目标的增长率 可能促使决策者考虑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近几周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高了他们的预测 预计中国将勉强达到2023年的增长目标 然而 数据的任何疲软 可能表明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复苏 据报道 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提高今年的预算赤字 并一直在考虑增强股市信心的方法 经济学家预计今年还将进一步降低利率 并减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埃及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券 发行规模为4.79亿美元 日经亚洲 埃及发行了其首支熊猫债券 价值35亿元人民币4.79亿美元 因为该国正在寻求替代性融资来源 来应对不断增加的外债偿还计划 这些熊猫债券的年利率为3.5% 为期三年 低于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的利率 埃及的外债 在过去8年中增加了4倍 导致该国探索非传统的借款方式 除了熊猫债券 埃及最近还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进行了货币互换 并发行了以日元计价的50债券 更具吸引力 出口商 买家在广交会上表达乐观情绪 南华早报 随着广交会的开始 和中国经济逐渐从低迷气中复苏 中国出口商对订单增加持乐观态度 参展的贸易商们注意到 外国买家更有动力 由于人民币贬值 中国产品更具吸引力 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外部需求疲软 以及疫情的残留影响 都对中国的供应链造成了考验 然而 广交会被视为中国出口市场 和供应链实力的晴雨表 俄罗斯加入中国限制日本海产品进口的行列 日经亚洲 由于对福岛核电站处理废水释放的担忧 俄罗斯政府限制了日本海产品的进口 这些限制将在确认海产品安全性之前一直有效 此举类似于中国的限制 并被日本农业部称为不公正和令人遗憾 该部门还声称这些限制缺乏科学证据 去年 日本向俄罗斯出口了价值2.8亿日元 约合187万美元的海产品 占东京总海产品出口的0.1% 副总理深圳之行 大江参观提供无限支持 应对美国限制 南华早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访问深圳 以展示北京对该城市 及其在打破美国对中国技术产业的遏制中 所扮演角色的支持 丁薛祥的三天考察行程 包括访问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 无人机制造商大江创新 当地实验室 以及与香港合作的科技合作区 分析人士表示 此次访问表明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对应对制裁和实施技术 自力更生的支持是无限制的 深圳是多家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包括华为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 在黄金周假期期间 显示出复苏的迹象 南华早报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 在今年前8个月出现了低迷 但随着对华为新推出的5G手机 和苹果最近发布的iPhone15系列的强劲需求 市场正在显示复苏的迹象 根据TF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池的数据 中国的智能手机销售 在最近的黄金周假期期间 实现了显著的同比增长15% 这表明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低迷很快将结束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复苏增长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最新的新闻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百度宣称他们的earning AI技术 已经与open AI的GPT4不相上下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 特别是考虑到百度在某些中文技能上 超过了open AI的ChatGPT3.5 不过 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测试来确定 earning AI技术的真正优势 其次 中国零售商苏宁易购再次获得了救助 这对于这家资金紧缺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摆脱困境 另外 碧桂园面临着可能违约海外债务的危险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 因为碧桂园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这可能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中东战争对拜登政府的国防战略构成了挑战 这场冲突迫使美国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地区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的努力 另一方面 困境债务基金在中国房地产投资上遭受重大损失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以及一些公司的违约导致的 此外 一带一路论坛在中国拉开帷幕 这个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最初的目标 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 包括中国的卫星公司成功测试可移动地面站 中国电动汽车需求疲软 中国先进的水道在新疆的沿捡地展开对决 中国的经济增长脆弱等等 这些新闻都显示了中国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作为观众朋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